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情书是一部95年上映的爱情电影 豆瓣评分有8.8分 不少人看过这部电影之后 表示想谈恋爱了 唯美的画面和那种青涩的质感 真的让人久久难以忘怀 虽然电影的结尾有些遗憾 但是很多时候会觉得 或许这就是爱情吧 影片开头 女主小白正在祭祀 自己去世的丈夫 两年已经过去了 大家都从爱上里走了出来 但是小白依旧很想念自己的丈夫 小白去找自己的婆婆唠嗑 于是丈夫的母亲 拿出了上学时候的纪念册 小白看了之后 迅速的记下了丈夫当时的通信地址 寻思 我这么想我老公 我就给天国的他寄信吧 反正这个过去的地址 应该是收不到信的 紧接着画面一转 小红收到了小白寄来的信 小红现在住的地方 正是小白丈夫当年住过的地方 而且还和小白的丈夫同名 小红恶作剧般的回了信 没想到之后又收到回信 但是这个误会让小白十分的开心 可是这个时候 丈夫的好友老王对小白告白了 还抢吻了小白 但两人也没成 因为现在的小白心里 依旧无法完全放弃自己的丈夫 之后 小红和小白一直保持着初心的来往 不断往来的信件 引起了小白周围人的注意 他们纷纷猜测着对方是谁 因为就算地址能送到 名字不一样 也是送不到的 只有小白坚信着 记信的一定是自己的丈夫 但是后来的小红来信说 不要再记信给自己了 不肯放弃的小白和老王 一起来到了记信的地址 可小红因为发烧 被母亲带到了医院 并没有在家 等了许久都见不到小红的小白 决定留下一封信 两个人擦肩而过 但后来小白还是看到了 去记信的小红 小白觉得很奇怪 这个姑娘怎么和我长得这么像 回到家中 小红找到了丈夫的毕业纪念册 问丈夫的母亲 上学的时候 有没有一个和丈夫同名同姓的女生 婆婆就给她折了折照片 小白这一看吓了一跳 这不就是自己见过的小红吗 而且小白觉得这个女孩 和自己长得十分相似 怀疑丈夫是因为喜欢这个女生 才会对自己一见钟情 两个女人继续书信来往着 小白从小红那儿知道了很多 有关于丈夫的事情 在这些回忆的过程中 小红也意识到了 原来这个和自己同名同姓的男生 一直喜欢着自己 默默守护着自己 电影的最后 小白终于放下了对死去丈夫的执念 而小红也了解了自己学生时代 那份难得的情谊 可惜这个人已经死去了 但是那份爱恋 却最终传到了小红的身上 两个女人就用这样的方式纪念着她 这部电影感人肺腑 生动唯美地讲述了 那段学生时代的亲自爱情故事 初恋的美好感觉真的让人难忘 一点一滴的小细节 还有忙忙忙忙的心境状态 牢牢地抓住了我们 仿佛回到了过去一般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